劉Ben 新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Ben 大叔 現在我人在胡志明的新三一機場 然後我準備要去泰國曼谷 2022年這是我第三次去泰國了 去的時間不多只有三天而已 那主要是一些工作上的行程 那我會去拍一些 住的飯店的開箱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再拍一些吃喝的行程 給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再期待一下今天這期節目的內容吧 從越南胡志明這邊去泰國曼谷 其實它的飛機 飛行的時間大概只有一個半小時而已 跟有些國內線差不多 因為他們就在隔壁而已 其實就從越南這邊 胡志明這邊過去泰國其實蠻方便的 時間也蠻短的 那這次做的是那個月解航空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到了泰國了 現在看下去 今天天氣應該還不錯 這樣看下去還是蠻漂亮的 這個曼谷機場好多人等著排隊要入關 人山人海 那落地牽的部分是2000泰銖 那個快速通關的話 要2200泰銖 我們現在出來這邊 領完行李之後就可以來這邊 可以買那個SIM卡 它其實這邊有很多間啦 我喜歡買這家藍色招牌的這一家 看你依照你來的這個天數 去決定你要買多少天 然後它會有限制流量跟沒有限制流量的 大概是這樣 就是酒店的 這個Lavi在24樓 24樓 還是這個曼谷大倉的Lavi OK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曼谷大倉酒店 大廳的地方 那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一個沙發休息區 畢竟是五星級酒店嘛 這一區弄的也是蠻豪華的 配置有多張的這個沙發 三人的沙發有四張 還有兩個大型的這種椅凳 看這個桌上有這種 白飾這種藝術品 雕塑的藝術品 有一家日本餐廳 山林 從這個地方進去 有一家日本的餐廳 這是他們的接待櫃台 Check in、Check out 都在這個地方 大廳的這個樓 天花板樓高大概有6米多吧 這種五星級酒店 都會把你這個做得很豪華 在這個牆邊都有配置這種 無背靠的沙發 可以讓我們看過來 這是有一個通往25樓的一個樓梯 25樓有 健身旁游泳池啊 還有一些餐廳都在25樓 他會根據每一季 他會去變更你這個 這個地方的主題 譬如說現在他就會裝飾的是聖誕樹 如果是大概春天的時候 他就會放這個櫻花 這是他們的酒吧 不過他白天就開始營業了 他會有還有買一些茶 然後英式茶 有咖啡 前面也是他的座位區 然後我們來去他外面的陽台看一下 今天天氣很好 看到陽光灑下來很舒服 對面是有一家銀行 現在看到是銀行 然後右手邊這也是一家五星梨的酒店 這個地區就是地點很棒啊 這個地區就是地點很棒啊 五星酒店林立啊 這個曼谷 這個地區的這個綠化也是做得不錯齁 現在呢 泰國曼谷其實弄的真的 真的蠻不錯的 很現代的一個城市 那我現在在的位置是他的33樓的那個 爛局 那為什麼不在這邊呢 就到的時候 然後弄了半天弄了好久 然後那個櫃台跟我們講說 我們的房間還沒有整理好 所以他要帶我們來現在這個爛局 就是算是免費招待我們 提供一些雞尾酒啊 咖啡啊茶啊啤酒啊飲料啊 那之前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講說 說他們來這邊這個曼谷大昌 有發生我現在碰到的情形 他一個香港人他一更晚他晚上才到 結果那個櫃台告訴他說 房間還沒有好 結果我這次是自己親身碰到了 今天入住的樓層是29樓 房間門還有一個 一個小小的照明燈 一個房間一個燈 看起來蠻典雅的 我們現在進去我們的房間吧 好那現在進來我們的房間 那進來之後呢 看我左手邊這邊有一個推門 那這一大片這個推門 剛剛一進門介紹這個推門 其實就是浴室的門啦 然後他有兩片有一片是在床 床的這一側 他整個這樣關起來 一個浴室的空間 當然你看他整個推開來 就可以讓整個房間感覺起來 哇 感覺很開闊啦 有沒有這樣一開起來 就可以整個感覺這個房間都好像沒有隔鍵一樣 超級開闊的 再來是到浴室的部分 然後首先看到這邊有一個洗手台 洗手台面 然後這種是食材的材質的台面 然後有一個洗鍊盆 這邊有一些提供一些備品啊 牙刷啊 浴帽啊 梳子啊 然後有一個蠻大片的 浴室鏡 然後他下面還有放一個椅子 就是說 方便在那邊化妝的時候坐在這邊嘛 然後這邊有一個放東西的檯面嘛 置物的檯面 然後有一個收納的抽屜 因為日本的浴室跟廁所 他都是分離的 那這邊就是單純的 就是只有浴室的部分 當然首先看到他有一個浴缸 這種有浴缸就 感覺泡澡就很舒服 然後有一個蓮蓬頭 然後我的頭頂 還有一個花灑 他這邊有一個神奇的東西 跟人家說我怕別人看到我怎麼辦 電動的自動升降窗簾 怕有隱私的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把窗簾給降下來 然後浴室的對面這邊 就是廁所啦 然後廁所有一個小小的洗手台 日本人標準配備免治馬桶 那再過來看到這一片 是衣櫥 那你看這衣櫥它的造型 做一種木格柵的造型 他規劃就是一個日式的風格 雖然說很簡單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複雜很華麗的東西 但是整個看起來就是很舒服 然後越多 所以是低調的滑感 就是有附一些衣架 這是那個浴衣 有運動 雨傘 還有這些擦鞋的 還有鞋襪子 這個保險箱 有一個很大片的穿衣鏡 蠻方便的 那我們來看他地板的部分 我們在一進門前面這個地方 就是浴室啊 廁所啊 衣櫥啊 這個地方 它的地板用這種磁磚的材質 當作它的地板 反之呢 比較像臥室這一塊的區域的時候呢 他把地板就用這個地毯的方式 來做它的地板 用地毯就是會讓臥室這邊的感覺 就是比較溫馨一點 好像跟前面這個區塊有做一個區隔開來 分為這個所謂的公領域 跟這個臥室的這部分 那我們進來 首先看到這邊有一個就是mini bar mini bar的部分 這裡面有啤酒啊 上面有一些可樂啊 汽水啊 一些威士忌啊 酒類的東西在這邊 不過這都是要錢的啦 mini bar這些東西要錢的 不過在上面這些東西 這邊有煮熱水的 冰塊的 咖啡機 這邊應該是免費的 這種膠囊咖啡 膠囊咖啡 一些杯子啊 咖啡杯啊 這是啤酒杯啊 水杯啊 然後下面 有一個 這台面就是讓你放行李的啦 有點置物空間啊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剛剛看到的那個煮熱水對不對 好 拉開來 你的熱水就可以放在這邊煮 這就是 這蠻厲害 蠻會用空間的 首先在滅到旁邊 這是酒店霜的水啊 大象牌的水 跟這個浴室 洗手台附近的 都是同一個牌子的 然後因為這是日式的酒店嘛 你看它有附這種茶具啊 就是日式的茶具 可以讓你這邊泡茶 日本的茶葉吧 這是免費的啦 這個房間啊 這個房間我們訂一碗 agoda上面訂含早餐 一個晚上是 660萬月南頓 大概有8000塊台幣左右 再來就是附一個就是辦公桌啦 可以讓你簡單在這邊做一些 商務上的事情啊 電話 這邊有一些插座的 插座的部分啊 如果你有網路的話 怕一個不夠 可以讓你分好幾個分接出來 飯店的一些信封啊 信紙的 這是酒店提供的 銀冰水果 有蘋果跟水梨 然後在床頭的旁邊有一個床頭櫃 一樣有電話 寫Member紙 收納的抽屜 然後另一邊也是一樣的床頭櫃 不是比那邊小一點 一個比較小的床頭櫃 這個床看起來 這個床的Size應該是KING SIZE 感覺起來這個床應該是 躺的蠻舒服的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這邊有一個 智慧控制的東西 打擾啊 Room Service 或是要不要打掃啊 類似到什麼 各地的時間啊 東京啊 倫敦啊 紐約啊 然後調整你的冷氣啊 溫度 強弱啊 關機在這邊 那有個最特別的 各位看 這裡先看一下 它有一個 太陽 一個月亮 一個上下 我們先選太陽 打開 就是它有兩層的這個電動窗簾吧 可以講電動窗簾吧 那有一層就是可能你白天的時候 然後你把它設下來 怕日曬吧 所以可以遮陽 然後月亮應該就是晚上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讓你蓋起來 晚上睡覺比較好睡覺 可能隔天早上 太陽曬進來啊 之類的 很酷的電動窗簾 所以其實這房間 其實真的不錯耶 因為你看 從這樣子看過去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房間 其實空間真的很大 邊間兩面採光 因為難怪有人說 這個曼谷的飯店 酒店CP值很高 這個房間一晚 台幣大約八千塊左右 其實CP值還算蠻高的 而且還附早餐 因為現在很多那種 什麼Agoda上面訂啊 他們都把房間跟早餐 都是拆開來買的 我是覺得 依這個規格來說 我覺得 CP值真的蠻高的啦 但明天早上我們會再 拍一些 早上的樣子 就是它熱 我相信早上應該是蠻漂亮的 來這個房間真的真的 已經太晚了 所以沒有辦法介紹 可是我相信我期待明天早上 OK就這樣 晚安 採光 真的超級棒的 環繞的 看一下這酒店它的位置 其實真的非常好 小的無邊際泳池 跟它餐點 用飾真的還蠻多種的 沒有 だから 我們要不要 還是這個 我們要怎樣 我們不要 都沒有 準備好 好 我們 就 我們 就 我們